输电铁塔 所以我们的铁塔设计成现在看到的这个模样 但难道输电铁塔一定要长这个样子吗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会问说 你们台电的输电铁塔 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难道不能做一些改变吗 我们看到美国的迪士尼乐园 已经有米老鼠造型的铁塔 匈牙利也有小丑造型的铁塔 那像冰岛也有人形跳舞的巨人 它的铁塔设计概念出来 我们发现铁塔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冷冰冰的结构物 它除了传送电力以外 其实也可以有生命力 跟整个社区环境融合在一起的 国际上能够有这样子的做法 是不是我们台电也可以把外面的一些创意 融合在新的铁塔设计概念里面 我们在2015年 举办了台电第一次的铁塔设计竞赛 当时共有50组团队参与角逐 也有许多让人惊艳的创意作品入选 而入选的作品也将作为 台湾第一座民众设计的造型电塔 与2018年底实际在南澳和平西的出海口 展示在大家的眼前 2017年第二届的造型铁塔设计比赛 与第一届相比 除了祭出更高额的奖金 招纳设计相关科系的师长、学生 以及业界具有专才的人士 一起来参加比赛 也提出了山地、平原、河川 三种铁塔常见的设计情境 让参赛者自由选择 我们也希望铁塔不止于地景 更能够与风土、人文结合在一起 也利用再生能源 结合夜间光影美化的素材 让电塔成为坐落在平平线上的艺术品 其他国家能够做到的事 台湾也要平平地做做看